伸强伸弱 其实这个八字从古至今 就是一直在烦恼这一件事 就是我的八字到底强弱为何 老师就是在网络论坛里面 就会在那边问说 我的八字到底是强似弱 可以懂你好 但是 深论了老半天 其实各位也知道 同样的八字在网络论坛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有深强 有深入 甚至还会出现所谓的特殊格局 也就是说 一个八字见解不一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并不是学传统八字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手边的这个八字 好 这个是这一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戊城丁氏 丙旭 癸氏 他就在问说 这个八字他走水运会怎么样 各位他就在问 他这个八字走水运会怎么样 黄金城 林梦宏你们好 为什么他特别要问说 他走水运会怎么样 OK 陈建民你们好 为什么他要问他走水运会怎么样 因为他会认为他是什么 他会认为他是深强 你看火在4月4时 这边又是火库 这边又火来生 所以 这个八字果真强的很 我们会知道 深强要克蟹 可以认财官 林哲利你好 所以他就在那边想 哎呀 我脚走财运会怎么样 李生言你好 各位我们来看看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状况 这是他本命 我们可以知道火生土 克蟹水 他的地支是火生成土去土 所以各位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八字天生破财 好了 他说他走水运 八字 深强认财官 所以他就要看说 他假如走水运会怎么样 那走水运 我们可以知道 天干为认鬼水 好东西你好 好 各位 认鬼水 你们认为 哪个可以用 哪个不能用 说来听听 各位 赶快 老师正在享受冰火五重天 吹着电风扇 开着冷气 喝着热咖啡 冰火两重天 来 赶快 认鬼水 会怎么样 他在问 林梦皇说 都不能用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要动动脑 要动动脑 不要老师直觉判断 任可以用 任不能用 癸水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知道 他走水运会怎么样 丁任河 这个物癸合 所以他会变成是怎样 从破关变成 没有破关 负的变0 所以其实基本上 癸比较可以用 好 任 绝对不行用 因为丁任河 还是要 戊土克 癸水 彭大文你好 那地支不用看 止水害水全灭 好 各位 怎么会这样 不是我身强 认财官吗 那怎么 我走官 4个官 死3个 这样子不对吧 哪有不对 你排列组合就这么烂 你要怪谁 对不对 HC你好 所以 这边就出现 身强 一定可以认官吗 各位 在这个八字里面 没有办法 4个 死3个 好 那 不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最起码走财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走财运的一个情况 他会怎么样 我们可以知道 他假如走财运 天干 庚金 其实不会太差 火生土 生金 没有太差嘛 心金 也可以 所以他天干 走庚心金 都不错 那他的地支呢 我们会知道 走生金 四身合 走友金 乘友合 全挂 也就是 各位 八字身强 任财官 他基本上 连财官的一半 都没有 这就是 很多人 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明明这不是我用神吗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因为你排列组合不对 各位 标准的 身强认财官 但是 你看 总共八个字 八个字里面 只有三个字可以用 有五个字 各位 全部不行用 这种情况 你跟我讲 身强认财官 认个鸟蛋 要不要解 所以很多人 其实他对于他的运势 他是怎样 他都是在猜测 也就是说 哎呀 这是我的运势 我好期待他来 来了我就会很好 各位 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吗 Devick你好 不是很多人都在那边期待吗 这是我的用神 要到了 爽 等到到了以后 哭哭啼啼的 怎么会这样 他不是我用神吗 各位 他不是身强认财官 他这种东西 你认为可以认吗 认得乱七八糟 所以各位 不要一直把身弱就要硬比 身强就要特谢 一直讲在嘴巴 没有用的 你一切还是要回归 看八字的排列组 并不是在这里面身强身弱打转 这个八字你看到这样 你不觉得你头很痛吗 老师 这个竟然身强身弱 连一半猜对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错 他连一半都没有 八个字 有 只能用三个字 有五个字 差 不能用 请问 你在那边说你八字的强弱 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了不了解 没有意义 所以各位 为什么一再跟你们强调说 其实你们在讲说你八字的强弱 为何 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在五行派根本就不看你身强身弱 因为五行派看的是什么 透过五行流通 去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你看老师讲的多朗朗上头 你们都听到妈耳朵长包皮了 我还是在跟你们讲这一件事 为什么 因为 实际在批命的时候 就是这样 要不要解 实际在批命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 为什么 你们有的时候会出现 老师我八字不是身弱要硬比吗 为什么 我可以用这个用神 因为排列组合好就行了 各位了不了解 所以一切请你们回归到五行生克上面 而不是一直 老师我到底是强还是弱 你就看看你一下子强一下子弱 你的八字是会变的 就也像你一下子 怎样 身体强壮一架子感冒流鼻水 你还以为你永远都一样 你的身体状况都会改变 那更何况八字 他当然也一样会改变 所以 并没有所谓 固定的用神 了不了解 没有固定的用神 而是 要看你当时候的现象 而 判断要用什么样的五行 所以他是不会固定的 从这一个八字里面 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种情况 所以 在八字里面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网络论坛 有很多人其实都是在乱猜的 了不了解 都是在乱猜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 要跟各位分享的 深墙深落 各位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不要问五行派老师 我八字深墙深落 我的用神是什么 五行派老师就会跟你招招手 来来来来 付钱 你要叫我抓用神 就是叫我批命 我要批命当然是要付费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跟各位分享的 深墙深落